据央视7月15日报道 新型052D苏州舰2021年刚刚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 与海军现在批量装备的052D型驱逐舰一样 新型052D驱逐舰同样采用了有缘相控阵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设计风格 连直升机库上的海洪其实进程点防空导弹系统都没有发生改变 唯一发生改变的就是新型052D驱逐舰的舰体更长 且烟囱后方安装了一款新型雷达 因其外形特征被网友称为苍蝇拍 军事专家介绍 这款雷达是一款米波雷达 主要用于探测敌方异形飞机 如F35B和F35C异形舰载机 引导己方远程防空导弹对目标进行拦截 新款052D舰尾的直升机机库更长 应该是为即将装备的直20通用型舰载直升机准备的 苏州舰副舰长汪浩然表示 该舰搭载了国产最新型的130毫米主炮 它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对海和对岸打击 船上的通用垂直发射装置 可以实现冷热工架 便于执行更多样化的任务 苏州舰上的雷达系统具备非常优异的探测预警感知能力 为舰艇编队在海上执行任务提供战场态势感知 因此很多网友都称052D为带刀护卫或者中华神盾 未来新型052D的数量可能会达到10艘以上 是055大区的有力补充